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顶礼根释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用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数则 愿解如来真实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现在我们继续学习 《量力宝藏论》 现在讲第六品当中 享受品 享受品当中主要遮破 外境当中真实存在的享受 见尼 行世上面的享受 那么首先第一个 遮破同性享受的道理已经讲完了 今天开始讲遮破毕生享受 在外境当中存在的道理 那么这个分两个方面来讲 破因果实体享受和破种类享受 首先破因果实体享受 分三个方面来讲 也就是说遮破次第的享受 单独的享受 还有灌带的享受 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讲 首先第一个 次第享受也是遮破前后的享受 遮破前后中间有个连接的享受 分这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到 所谓的前后的享受 要讲这个道 因明的时候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在名言当中 当然承认是同性享受 活跃 活得热心 这就是同性享受 同体享受 也可以这样说 那么第二个 现在所谓的遮身享受 在名言当中是应该承认的 同时要建立在心前 在分别念面前 这样的遮身享受是成立的 实际万法的本体上 或者说外境上 所谓的遮身享受 不仅是同性享受不存在 遮身享受也是 绝对不会存在的 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宣讲 遮身享受在外境当中 怎么不存在 通过几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首先说是 前后持地的方式来 遮身享受是不存在 那么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这个道理也比较明白 实际上我们真正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这个不是前后的 同一个时刻的 那么这样不可能有 遮身享受的 不是前后的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 任何一个法 如果说是同时 妙雅和种子两个同时 那么火和火焰同时 怎么说 后面的遮身享受 永远也不可能 为什么呢 所谓的遮身享受 必定前面是阴 后面是果 这样的一个次第 而如果没有前后的次第 那么同一个 就像瓶子和柱子 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存在 那能不能交遮身享受呢 绝对是不能交的 所以如果不是前后 那就不可能有遮身享受 若有前后 如果有前后的话 无其余 如果有了前后的时候 那么因存在的时候 果不存在 而果存在的时候 因不存在 所以所谓的遮身享受 也是不存在的 怎么不存在呢 这是在《观相守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过的 因和果二舍 实际上是不同时存在的 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那么怎么会有相守呢 因和果永远都是 不可能有同时存在 如果没有同时存在 那怎么有相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相守 要指的是关系 要有一个关系 这两个物体必须要存在 没有存在 比如说 金藏和次世之间的关系 应该这两者都是存在 才可以建立的 如果一个死完了以后 那么我跟金藏之间 金藏已经死完了 然后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没有这种说法 使女的儿子与主子之间 没有这种说法 因此所谓的关系 应该有三种法 应该假法的一种 以法的一种 然后他们这两个 连在一起的这种法 除了这个道理以外 所谓的相守 根本不可能存在 因此我们学习《入中论》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过 所谓前后的因果 不能成为自相存在 因为自相存在的话 这两个法必须要存在 就像此时和金藏之间的关系一样 这两个法一定要存在 如果两个法没有存在 那所谓的关系 相守不能成立 所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 世间当中的所有的有始法 或者无始法 诸子 平子等有始法 虚空是女的儿子等无始法 绝对不会有彼生相守 彼生相守 当然我们从分别念面前 有始法当中 也有彼生相守存在的 然后无始法当中 有时候在分别念案里 彼生相守是可以存在的 比如说虚空当中 什么东西都不存在 然后在不存在的道理当中 我就产生一些定解等等 我觉得在无始法对分别念面前 所谓的相守也可以存在 但是事物的自相上 所谓的彼生相守绝对不可能存在 因此这个道理 还是非常殊胜的 因为我们很多人 经常这样认为 种子当中苗芽 可以产生的 火里面烟可以产生的 那么这两个之间 火与烟之间应该是彼生相守的关系 应该有彼生相守 种子与妙芽 应该有彼生相守 那么现在我们这里 必须要了解的什么呢 就是没有两个法 不可能相守 如果有了两个法 这两个法必须同时存在 一个没有产生 一个灭完了 那这种情况 有没有关系呢 没有这种相守的概念 没有相守的自相 所以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明白 也就是说彼生相守 事物的自相上面 是不存在的 只是从次第的角度来讲 不存在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中间外道所承认的那样 这个量戒相守 量戒相守实际上也不存在 怎么不存在呢 对方这样说的 舍若宣称灭于身 存在量戒之相守 这是对方这样认为的 假设对方有些外道 他是这样认为的 事物的灭尽 最后产生的果 因的灭尽 果的产生 这两个之间必须存在着 显界的一种连接相守 叫做连接相守 他们认为 比如说我们火于燕子之间 因的火于果的燕之间 应该是他们两个不可分割的 有一种连接相守 如果没有连接相守 那么火灭完了以后 马上产生燕子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两个之间 就像是河牛一样 有一种连接的东西 应该是存在的 这也是我们可能有些分别念当中 也可能这样认为的 火与火焰之间 如果没有连接 肯定不行的 这两个之间 肯定有一个东西在连接 然后种子与苗雅之间 也需要有一种东西来连接 这是对方这样认为的 那么下面我们 进行折迫他们的观点 比如为常非有时 无常则成无穷尽 那么我们进行观节的时候 你们所承认的这种连接 因和果之间的连接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这种连接的东西 是常有的法 还是一种无常的法 当然按照他们的观点 那么因就是这样的一个法 然后果也是一个法 果与因之间 应该有第三瓶东西 第三个物体应该作现解 作连接的作用 当时是这样想的 那么我们这样继续观察的时候 你们所承认的这种连接相受 到底它是一个常有的实法 还是无常的法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们承认是常有的法 哎呦 我眼睛看不见 嘴巴也说不清楚 现在什么思想都已经出现了 本来眼睛还是好一点 但是我这个一带你们一直笑 笑就笑吧 这样还是比较舒服一点 我也不是特意装坏人 眼睛不好 谁都会这样 是吧 这样刚才常有的法 实际上本体是不存在的 因为世间当中的常法 起不到任何作用 这样因和果之间 有一个常法来连接 那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实际上等于是 没有法一样了 所以第一个观点 不成立的 然后第二个观点 如果说 因和果之间的 这种连接的法 是一种无常的法 那么无常的法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我们首先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因 第一刹那间当中是产生 产生之后 那么它会毁灭的 那么一它毁灭的话 那么这个连接 因的法 它必须要存在 它存在的时候 实际上因存在的时候 这个现界的连接像素 也要存在 如果它存在的话 它也不可能诸地而刹那 它也会灭掉的 那这样它对果 还根本没有连接得上 如果这个连接的法 第一刹那间当中 给因法联系 然后第二刹那的时候 它还没有死 还没有灭 然后跟果法连接 那它自己的本体 已经成了不是刹那心的法了 应该说是 有二刹那三刹那 有这种过失了 这样不可能的 凡是一个有为法 肯定刹那刹那会灭尽 如果它是刹那刹那灭尽 那么第一刹那的时候 也应连接 然后第二刹那的时候 与果根本没办法连接的 所以第二刹那的时候 它与果之间 需要另外一种连接的东西 所以第二刹那的时候 它和果之间也要连接 那么那个法也可以 在第一刹那的时候灭掉 所以它也跟果之间 没办法 所以第三刹那的时候 在中间还要加上 一个连接的相说 这样以后 中间加了无数连接的法 实际上根本不能连接上果 所以果与因之间 千万不能承认 一种显接的 实有的东西 如果一个实有的东西 那么果和因 就是根本没办法连接的 因此我们在世俗当中 观察的时候一定要知道 真正观察的时候 所谓的这种关系 地地区区 在外境当中是不存在的 如果要是存在 你看因和果 接触或者不接触 如果你没有接触 中间刚才外道所承认的那样 有一种现解相处 连接相处 那么连接相处 它跟因接触没有 它如果跟因没有接触 它没办法连接 如果它跟因接触 这个接触跟果接触没有 如果它跟果没有接触 也没办法连接 如果它跟因也接触 果也接触 它自己的本体是不是刹那心 我们可以这样来观察 第一 刹那的时候 因没有灭不可能产生果 因灭的时候 你中间的这个连接 它灭还是不灭 如果你说是灭 那它对果没办法连接 如果它的本体没有灭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那就它不是刹那心了 这样一来 以观察的时候 那么因和果之间 绝对不可能有 就像是次岸和碧岸之间 有一个桥一样 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真的有 因和果之间 有一个物体把它连接在一起 就像是两头牦牛 用孙子来连在一起 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 都是可以 到底它是什么样 它是常有的 还是无常的 我们可以进行观察 但是这样的法 根本得不到 所以说所谓的 因和果之间的这种连接 绝对不成立 如果它不成立的话 那么所谓的这种关系 应该是新加历的 《相守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是塔体的话 那么怎么成为联系啊 塔体不可能因和果 如果是塔体的话 就是不可能成为联系的 如果因和果非塔体 如果因和果非塔体的话 那么怎么会成为因果呢 一个法不可能变成因果啊 所以我们塔体与一体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也是 因和果之间怎么样 也是不会有一种联系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也应该清楚 因和果应该说 由无则不生的本体来是存在的 但是无则不生的关系 应该是我们心来加历的 麦彭仁波切在《量力宝藏论》 也是有一个诸说 这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说无则不生在外境当中是存在的 这是我们原来讲 《中观众案论》的时候也说过 但是无则不生的关系 应该说是我们心来加历的 这一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因此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些 怎么说 因和果之间 怎么推的 如果我们因和果之间 承认没有相受的话 那么同体之间也没有相受 因和果之间也没有相受 因此所谓的相受 完全都是分别原来建立的 我们如果懂得了这些 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整天都是因和果 所谓的相受 到底明白的话 对我们实际生活当中 有什么样的作用 有什么样的益处 可能会这样想 但实际上我们如果真正懂得了 这些因明的要求 应该说是对名言当中的 一切万法的执著 一切万法的执著 都知道实际上是一种虚无缥缈 是一种虚假的 我们认为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言之与火之间 也有一种关系 始终都这样认为的 很多人在心里面 根深蒂固的有这种习气 但实际上这也是 没有经过详细观察的 分别量导致的 如果你真的要想起观察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感情 这些全部是 用分别量来加力的 如果真正实际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时有的一个东西 真实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承认 这种关系或者感情存在 但是这些都是 众生的分别量来加力的 因此在 新鲜加力的分别量 我们也是承认的 但实际当中存在的这种享受 在这里 绝对是不能成立的 这是说的 所谓的连接享受 根本不成立 讲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和因果单独享受 有这个问题也不成立的 若为互相不管待 或于眼见是享受 这是对方 因为刚才第一个 持地的享受也不成立的 显接的享受也不成立的 现在他们认为 因和果互相都是不需要这样关待的 比如说 中间有一个连接的法来 关待因 关待果 这样没有必要的 火和烟 实际上它们都是因果的 这是谁也知道的 一看到这个火的时候 哦 这个火实际上可以产生那个烟子 一看到烟子以后 这个烟子也可以是火当中产生的 这个每个人都会了解 他们之间应该有一种 不关待的享受 对方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说法更是不合理的 如果当然 心里面我们这样想可以的 非美丽可以这样讲理的 但实际当中 人和因和果之间 有一种不关待的联系 那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下面就是说 若而目睹单一者 也应决定而享受 如果你们这样的说法 是合理的话 那只单单见一个东西 要么我看见火 或者我看见那个烟子 那么那个时候 你应该能决定 从来没有看见过烟子的人 一看到火的时候 哦 这个就是烟子的烟 马上能生起定解了 有这个过失了 从来没有看见过火的人 在虚空当中 看见毛烟 看见的时候就一定要了解 哦 这是火当中产生的 但实际上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因和果之间 首先你必须要他们之间有因和果的 比比相生的关系 我们从心里面 应该知道是一种关系 但是实际当中 比如说火不存在的话 烟没有 烟一定是火当中产生的 通过我们的火灶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种自然界当中 你发现这个因果以后才能明白 他们之间是有因果的关系 但是按照你们的观点 从来没有看见过火的人 一看见烟子的时候 哦 知道它就是火当中产生的 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当中 或者是我们的操作当中 不会有这种现象 如果有了这种现象 那么我们依靠烟子来 比如说山上有火 有烟之苦 以烟来推理 火的存在 完全是不成立的 就是所谓的果因 完全都是不成立的 但是这一点 也是不能这样说的 因为因明论师在有关的因明当中 已经讲了所谓的 因和果的推断 比如说我们这里说 火肯定不存在 烟没有啊 他们之间 我们到时候讲 英论学的时候 也有一些因不存在的原因 果不存在 果不存在的原因 因不存在的也有这种推理 从肯定方面也有这种推理 然后从肯定方面 坚定方面也有这种推理 那么这些全部都已经推翻了 所以你们所谓的 单独的联系 单独的享受 也是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 应该通达这个道理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颇因果灌待相受 就是两个方面来讲座 一个是颇饶益相受 颇无责不胜的相受 首先就是说颇饶益相受 对方这样认为的 他们认为所谓的因和果 应该是互相灌待的 那么互相灌待的时候 因可以饶益果 果所饶益的法 因能饶益的法 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种一些庄稼 然后地 水 火 风 这些全部是生长 它的果有一定的帮助 它的产生有帮助 所以因叫做能饶益的法 然后果依靠别法的一些饶益 才能有它的经典 因此叫做所饶益之法 这种道理合不合理呢 当然是按照我们 从分别人的角度来讲 从分别人的角度来讲 因和果连在一起的角度来讲 十年论当中也是 因和果有能饶益 和所饶益的关系 这一点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不管待任何心 光从事物的本质上来讲 因和果之间有能饶益 和所饶益的关系 这种享受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合理的 下面进行折破 因为所谓的能饶益 和所饶益 在事物的本质上 如果要存在的话 两个物体都必须存在 两个物体没有存在的话 那没办法饶益 没办法饶益 我要帮助别人的话 帮助别人存在 才可以帮助他 如果别人已经死了 我怎么帮助他 除非超度以外 没办法 但超度 这也是我们 并不是关系 应该说 它这里的树 并不是我们人们 平常所说的那样 它这里的灭 它刹了刹了的本体 从事物的本质上讲 完全都已经灭完了 那么他的灭法 跟生女的儿子没有什么差别 那这样的话 即使说我存在的话 对方已经灭完了以后 我对他没办法饶益 应该从这方面来理解 从相续的角度来讲 肯定有时候 可能有些地方没办法理解 有这种情况 下面我们破他的观点 因果有始与无始 所利能利难合理 你们这个因果 因和果实际上已经成了 有始法和无始法的关系了 为什么有始法和无始法的关系呢 当你的因存在的时候 果还没有出现 当你的果出现的时候 因已经灭完了 从刹那的角度来讲 或者是从事物本体的层面来说 所以你说 因和果互相能饶益 所饶益 那就是合不合理 从事物的本质上 绝对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因 虽然我们说 它是能饶益的法 但是它存在的时候 你所谓的果 跟世女的儿子一模一样 根本没有产生 根本没有产生的话 那么因来他自己的本体 一刹那就灭完了 他怎么会是 能饶益对方呢 也不可能的 然后所谓的果 你认为是所饶益 所饶益的法 当它产生的时候 原来因法早就已经死完了 早就已经灭完了 那怎么会是 对它有所饶益的作用呢 就绝对不可能有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 一名宣讲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定要 心法与实法 这两个必须要分开 心法和精法 从外境的角度来讲 很多都是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 有事法它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互不混杂的 无事法它的本体是没有的 所以任何一个魄力 任何一个建立 覆定 肯定这些 在食物的本质上 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了解 因和果之间有没有产生呢 应该是有 但因和果有关系没有呢 从食物的本质上说 因和果是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从我们分别念的角度来讲 应该因和果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这两个 完全都是要分开 如果你没有分开 那么分别念可以加力很多的法 而本质上 不管怎么样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不能这样混杂 这样以后 我们心法和精法 经常混在一起 这样以后就没办法了知 食物的真相 食物的真相 因此我们在学习因明的时候 首先一定要 比如说搞清楚 比如说我们火 木材全部集聚的时候 那么盐可以产生的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盐的因 是不是木材或者是火呢 我们说应该是实 盐和火之间有没有关系呢 就是应该说 从分别念面前说有关系 他们两个之间 必胜相受 他其实必胜相受 按照藏文的意思 必胜必的意思就是 他必法当中 产生必法的一种关系 从分别念的角度来讲 盐和火之间 应该有必胜相受的关系 从食物的本质上 有没有关系呢 没有关系 只不过火和木材的因缘 什么时候集聚呢 他的这一刹那 已经灭完了以后 然后第二刹那的时候 盐子它可以出现的 然后它的相续 起了一个作用 但是这个作用 我们不能称为关系 如果要是 食物的本质上要称关系 两个法必须存在的 可是在这里 两个法根本没有 一个存在的时候 另外一个不存在 因此食物的本质上 盐和火之间也没有关系 父亲与儿子之间也没有关系 种子和鸭之间 也没有任何关系 任何一个法互相也没有什么关系 也没有什么矛盾 应该是这样存在的 可是我们分别念 那是不是完全是一种分别念讲理呢 并不是 也可以说是 这个法存在的话 另一个法是产生 有这么一点 这个下面也是会说的 那么这一点 符合实际道理这样的 能生所生 我们称之为关系 口里面也是称之为关系 分别念也是叫做关系 实际上它们之间是没有关系 这一点应该说 在我们学习音名的时候 也是一种秘诀 应该说这是音名当中的一种深奥的法 如果你通到这样以后 应该说在我们名言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应该是全部分别念来讲理的 因为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所谓的关系 我们经常认为 关系好 关系不好 经常有这种关系 其实我们所谓的关系 现在根本找不到 关系找不到的话 关系的好和坏根本找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关系 两个物体 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它们之间 就像东山和西山一样 它们之间没有一个东西来念 这不可能念 如果另一个东西不存在 一个法自己对自己有关系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音名当中以音名的智慧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名言当中 很多人的分别念也是极为可笑 我们平常口口声声都说 我对什么之间的关系好 我经常有所谓的相熟的概念 在我们脑海当中经常有的 但你真正去观察 不用中观的观察 应该从音名的观察 所谓的关系的的的确确也是找不到的 我跟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但是比如说 这一位学生和那一位学生 实际上他们两个 住在自己的本质上 他们的不管是身体也好 语言也好 心相 性格全部不可能互相 连一个未成续 也是不可能混扎的 不可能扎在一起的 那这样的话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我们分别念可以把他们之间 建立一个所谓的家乡的分别念 因此所谓的关系 在食物的本体上没有 我们分别念进行 加力的时候存在 这一点还是比较清楚 不是特别的困难 但是你没有好好地理解 一名也有一名 他的一套推理方式 你如果没有搞懂 这个也有点麻烦 你搞懂了以后 就这么一回事 应该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可以能了解他的一些道理 下面就是说 破无则不生的关系 若无不生世相守 则作有当成相守 对方如果这样说 因和果之间 应该有一种无则不生的关系吧 你看火不存在的话 燕子根本没有 燕子依靠火而产生的 这说明没有他 他不可能产生的 没有父亲 儿子不可能产生 所以这个之间 应该有一个无则不生的关系吧 对方是这样的 如果是无则不生 那么我们对他进行驳斥的时候 如果是无则不生 那成为这个关系 那么成为彼生相守 那么左边没有 关带他的右边也不可能存在 所以依靠左边而产生右边 或者依靠右边而产生左边 这也不合理的 然后长和短 大和小 还有世间当中 很多很多的关带的法 那么一个不存在 另一个也不存在 那这样他们之间也互相成了 能生所生的关系 所以无则不生 不一定变成彼生相守了 这个比较好懂 他这里就是说 对方也是这样说的 不仅仅是 关带名言的 实际上在英明的生意当中 应该有一种无则不生的关系 对方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一个法不存在 另一个法根本不可能产生 所以他们之间 应该有一种无则不生的关系 火和火的燕子 种子和苗芽之间 以及世间的许许多多这些法 全部有一种因和果的关系 这样以后 应该有一种无则不生的关系吧 对方这样说的 那么我们进行对它折破 那么进行对它折破的时候 通过两方面来观察 你所谓的无则不生 比如说火和火的燕子之间的关系 是尸体方面的无则不生的关系 还是繁体方面的无则不生的关系 如果第一个 你说火与火 火和燕子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尸体方面的无则不生 那这种说法是肯定不合理的 因为你说尸体的火当中产生了 产生了尸体的燕子 那么它们之间有尸体的关系 那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尸体的火存在的时候 实际上所谓的尸体的这种燕子 绝对是没有产生的 就绝对不可能产生 绝对没有产生的话 所谓的燕子都已经成了 生女的儿子一样的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个 无则不生的所谓的关系呢 关系不成立的 如果你说这个燕子已经产生了 燕子已经产生的时候 那么它的因 尸体的这种燕子产生的时候 那么它的因 尸体的火早就已经灭完了 所以过去的火 对现在的尸体不可能有关系的 然后现在的燕子和现在的火 虽然可以存在的 但是现在的火与现在的燕子之间 不可能有无则不生的关系 因为要是无则不生的关系 一个是作为前面的燕 一个是后面的果 同时的火和燕子 怎么会是 他们之间有因果的关系呢 尸体上的因果关系 是绝对不合理的 然后现在的燕子的尸体 对未来的火当中能不能产生呢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所以你所谓现在的无则不生的 尸体的这种关系 怎么样观察 也是的的确确是找不到的 你现在的燕子 你看得见 你看得见的话 那么现在的燕子 应该是尸体的火当中产生 那就非常可笑的事情了 当然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 所谓现在的燕子 就是过去的火当中产生 这一点是我们英明也是可以承认的 在食物的本质上也是 过去的火当中产生 这一点成立 但是这是过去的火当中产生的 火与燕子之间 你不要认为尸体上是存在关系 没有关系 关系没有 产生是有 应该这样来分析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 从尸体上面 有没有火和燕子之间的 尸体的关系呢 没有 这样来分析 然后第二个方案 也就是说 从繁体的角度来产生 那就是不合理的 因为火的繁体当中 产生燕子的繁体 那就是不合理的 所谓的火的繁体 实际上是 遣除了非火的一种 家乡的分别念 那么这个当中 遣除了非燕的一种 家乡的分别念产生 这就是我们 心事的一种操作而已 也就是说 我分别念的一种假想而已 实际本体的火和燕子之间 有所谓的繁体的关系 就像一名前派所承认 也不合理的 那么我们一名之中 更不可能承认 所谓的繁体在实际的 烟和火当中存在 只不过我心里面 这样认为也可以 但这个毕竟是一种加厉的法 因此火和烟之间 有真实的存在 不合理的 尤其是刚才所谓的尸体当中 我们经常都认为 尸体当中应该产生 尸体当中的火和烟之间 应该是彼生相熟的关系 可能有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 真的是没有观察而已 如果真的观察 尸体的火当中 群体当中 微生虚的烟子也是找不到的 火当存在的时候找不到的 而当时能产生它的火的相续 已经灭完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烟子虽然存在 但是在烟子的群体当中 刚才原来的火 一个微生虚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另一个东西 微生虚也找不到的话 虽然烟子存在 但是它跟谁练习 不可能有无哉不存的关系 虽然火存在 但是那个时候烟子的微生虚也没有产生 没有产生的话 它跟谁练习有关系 没有关系 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 应该可以说是火与烟 种子与妙雅之间 有应该是无哉不存的 无哉不存的关系没有 现在我们在这里 主要破相受 如果破大相受 以后你们道友之间 或者居士与居士之间 那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你说是关系不成立 在外境上不成立 是你的分别念当中的关系 还是你说这两个人外境上的关系 如果你说外境上的关系 是哪不成立的 然后父亲和儿子 母亲和儿子之间也是无哉不存的 关系不成立 无哉不存是有的 当然无哉不存 暂时可以成立的 但是这个也进行观察的时候 也是不成立的 这个我们在这一评当中 并不是真实的说破 真实的说破 人们都始终认为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很多的关系 然后这种关系 按照法成论师的观点 全部都归纳于 同行相守和毕生相守 除了这个以外 虽然我们明后天所讲的 外道所承认的 许许多多的相守 但是这些相守全部可以包括在 毕生相守或者同行相守当中 所以世间所有的这些相守关系 我们都应该全部都 在外境上是已经遮破完了 可是我们世间的人们 整天都是以迷迷糊糊的一种感觉当中 他根本不是想说 所谓的关系在我的心里面在作关 心里面在操作 并没有想到 一直认为在外境当中 我与这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与什么 经常有这种想法 所以这个是一种错的 因此为什么说 学习因明也是 间接能通达无我的 原因就是这样 接下来过后破种类相守 刚才前面因果的相守 不成立 下面对方认为 有一种种类的相守 有为自相无相守 因果种类有相守 他们认为自相的相守 前面都已经遮破完了 是没有的 自相相守的地地去去没有的 但是因和果之间 实际上是有一种种类的相守 比如说 青口的种子 实际上青口的种类 然后青口的种类当中 可以产生青口的妙药 这也是同一个类别当中产生的 人类当中产生人类 那么其他旁生的类别当中 也出现旁生 这样的话 所谓的种类 一种种法是存在的 因和果之间 详细观察的时候 对方也是找不到任何一个依据 接触也不行 不接触也不行 上面所讲的观带也不行 前后也不行 连接也不行 什么都不行的话 暂时对方就没办法说了 那么现在他认为 所谓种类的相守应该存在的 你看我们一个人类作为藏族 藏族也是一种种类 那么他的民族 一直这样延伸下去 说明有一种种类的相守存在的 那么倾客也好 或者外面的任何一个法 他有一种 他的相守存在 这就是种类的相守存在 对方是这样认为的 但这个也只不过是 一种分别念的加利一样 而已 事物的本质上 所谓种类的相守 也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怎么不存在呢 种类若是因果性 不离现前之果 如果你们所谓的种类 是不是包括在 因和果的种类 因和果的种类 那么我们刚刚不是 前面已经破完了 就是因和果 你实体的因和果 还是繁体的因和果 如果说是实体的因和果 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产生也好 或者是种子与苗芽之间的产生 以及任何一个世间当中 同类的产生 实际上就包括在这里面 有一个自相的 真实事物本质上的一种产生 那么种类的产生也是 必须属于在因和果的产生当中 因此这种道理 前面我们已经破完了 如果你再次承认 那就没办法 就是怎么说 避免前面所发出的这种态果 因此你这样承认 也是没有任何事宜 如果你说实体上这样的 种类的因果产生都是没有的 但是一般来讲 有一种类种 我们前面不是讲种法的时候 又讲了几种不同的种类吧 其中就是同类别的一种类种 那么这样的一种种法 实际当中存在 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除此 若除此外种类有 种是折破亦究竟 若除了此以外的这种种类存在的话 那么 种是折破亦究竟 前面我们在讲第三品的时候 都已经讲了 种法语别法他体的话 那么对生论外大所说的 果实存在的 如果种法语别法一体的话 我们对苏论外道所说的 果实也是存在的 还有因明前派所承认的 一种种法 实有的说法也不合理的 然后外道所承认的这些种法 就像《诗念论》里面 所讲的那样 绝对是不存在的 因此除了我们事物的 自身以外的 你认为是有一种种的种法 种法不管是劣种也好 或者说是其他的名言种类也好 一种类也好 什么样的种法都不合理的 这个道理 我们前面都已经折破完了 因此你怎么样承认也是 比如说因和果之间 这也是青口 那也是青口 种子也是青口 然后那个苗芽也是青口 那么这样的话 种子和苗芽上面 我们可以观察 其实我们一面当中 种法和别法的观察方法 不是特别的难 应该说是 只要稍微做观察 应该比较明白的 所以我们刚才 如果你认为是 种和芽之间 有一种类种的法存在 那么苗芽方面存在的种法 跟种子上面存在的种法 是一体 或者是他体 或者是这种种法 常有还是无常 我们进行这样观察 如果你说是常有 那么它对苗芽和种子 起不到任何作用 因为常法之苦 如果你是无常 那么无常肯定是 包括在有始法当中 如果有始法当中 那刚才所讲的那样 种子和苗芽之间 应该有一种连接的法 刚才跟前面的连接法 基本上没有差别 前面对方说的 这叫做连接法 你们这个名称叫做种法而已 实际上前面我们 破连接法的道理来进行遮破 所谓的这种同类的种法 绝对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 也进行可以遮破 这样一来你们所承认的种法 也是绝对不可能存在 下面今天讲到这里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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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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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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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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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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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